健康加财富,知足就是福 大家好,欢迎在这里来到邱正宏谈健康 最近有网友在邱医师的旧的影片当中留言 他问邱医师说,邱医师你说这个喝咖啡很好 可是我们这些更年期的妇女或者我们本身比较年纪大 我们就会担心说咖啡喝那么多会不会引起骨质疏松的问题 的确,以前我上电视节目的时候 有很多的所谓的老师专家他们就说 咖啡有它的缺点,喝多了会骨质疏松 那到底喝咖啡跟骨质疏松的关系 是不是真有医学文献,真有科学根据 却是特地帮大家找了三篇医学论文 来给大家报告 我们首先看看韩国的报告 给大家念一下 韩国这篇研究是在2014年发表的 研究期间是2008年到2009年 总研究人数有1761位 研究的对象是什么 是停经期前的女性 是女性,而且还在行经期当中 还没有到更年期 结果发现什么 喝咖啡跟骨骨头 就是最容易骨质的那个地方 还有腰椎的骨质密度 是没有相关性的 并且说这个研究结果跟先前的研究结果一致 也就是说喝多少咖啡跟停经期前的女性 他的骨质疏松骨质的密度没有关系 但是要注意这个结果呢 并不包括更年期的妇女 也不包括老年人或者男性朋友 没有包括这里面他有提醒了 就是说我们在解读这个论文的时候要很小心 因为这个喝咖啡 它的确会使尿里面排出的钙质会升高 那这样子的话呢 对于一些本身钙质就不够 或者有这个骨质疏松倾向的人 例如说老年人好了 例如说更年期的女性 如果你这样喝咖啡的话 你的骨质流失更明显的话 的确有可能 使这个骨质疏松或者骨折的机会会升高 大家会担心 我们从韩国的这篇报道当中 我们得到的结论就是说 老年人跟这个更年期的妇女 如果要喝咖啡 而且喝至少三四杯咖啡一天 如果这么大量的时候呢 那你当然要适度的补充钙质跟维他命D哦 这个是韩国这篇论文告诉我们的资料 那第二篇论文呢 是香港的论文 我想香港的华人体质跟我们很接近 对不对 香港的研究这个对象呢 人数比较少一点 只有564位香港的居民 研究时间是两个区间 一个是2001到2010 另外一个区间是2015到2016年 那他的研究对象是 到过香港骨质疏松研究机构的健康民众哦 可是这个很怪哦 健康民众怎么会跑去这个骨质疏松研究机构 一般都是怀疑自己有骨质疏松的问题 可能才比较会有机会去这个地方做这个看诊或什么的哦 那但是他所谓的健康民众 应该是advised healthy 就是没有其他的慢性病啊 只是怀疑那他去做检查 好 那么他喝咖啡多少他怎么判断呢 他是用问卷调查去问说他一天喝多少咖啡哦 结果呢他们发现说咖啡中啊有12个成分哦 其中有三种成分跟骨质密度是有相关的 而且呢他说习惯喝咖啡这些人呢 他的腰椎跟骨骨头的密度哦 跟喝咖啡的量哦是有相关性 但是他没有说正相关或负相关 这个论文里面没有这样讲 只有说associated 那但是缺失判断应该是所谓的负相关了 就是你咖啡喝的多那么骨质密度会降低一些些哦 好但是他讲到是相关性没有讲出因果关系 不过你也知道嘛 我们刚刚也提到说喝咖啡 尿里面排出钙质会增加 所以应该是喝咖啡啊 会使我们讲说骨质的密度会有下降 对不对 那但是这边的我们并没有去追踪这些人呢 他生活一段时间以后 也会增加骨折的几率 所以后面确实要跟大家报告的这篇 瑞典的这个研究呢就非常重要了 瑞典的这个研究啊 发表在2013年哦 针对女性朋友所做的研究 因为啊我们过往都知道喝咖啡有很多好处嘛 可以减少糖尿病的机会 可以减少肝硬化的程度 同时呢可以减少很多慢性病 降低死亡率 可是呢 啊也有很多说法说会增加 骨质疏松跟骨折的风险 所以这篇研究呢 就认为说有必要加以讨论 因为有很多研究报告出来 结果是故事的哦 这个研究针对的人数非常的众多哦 包括61433个女性 那出生时间呢 介于1914年到1948年 那追踪的时间呢 是从1987年到2008年 大家想想看哦 如果是1914年追踪到2008年 他几岁了 他就啊 86加8就已经90几岁了 所以换句话说这个研究的对象 不是只有停经期前的妇女哦 是包括更年期的妇女 甚至老年妇女都包括在内 哦 所以这个研究就蛮有价值的哦 好 他追踪这一段时间内 这些人从出生到长大 这样的过程当中呢 发生骨折跟骨质疏松的这个风险呢 有没有因为喝咖啡而不一样哦 这个很重要哦 好 那喝咖啡喝多少呢 他是用问卷来调查 这些女生喝咖啡的频率哦 喝很多咖啡的定义啊 是每天要喝四杯以上 喝咖啡喝很少的定义呢 是每天少于一杯 事实上在这个研究当中 咖啡喝很多是四杯以上哦 他比较说 喝多的人跟喝少的人呢 有没有因为喝多而增加骨质 或骨质疏松的风险哦 结果跟大家报告 他说喝多咖啡的人的确哦 他的骨质密度哦 比喝少咖啡的人呢 降低了2%到4% 那这个研究是不是就跟香港的那个研究一致哦 就说喝咖啡的确跟骨密度的减少 是有相关的 好重点来了 重点他怎么说 他说只有这一个部分是相关的 但是呢 咖啡喝多的人呢 骨质虽然有轻微减少了 可是呢 并没有因为这样而增加骨折的机会 听到没有 并没有因为这样而增加骨折的机会哦 所以根据以上三篇报道啊 邱医师给大家结论是 第一个 如果你是正常的成年人 或者你是停经期前的妇女呢 你呢大可不易担心 喝咖啡啊 一天喝超过4杯 会不会增加你的骨折的风险 或者骨折疏松的这个几率 不会的 第二个 如果你是老年人 比如说65岁以上的老男人 或者是 更年期的妇女 那你要想想看 这两种人呢 本来就是啊 骨折开始会疏松 同时呢 骨折的风险会增加 你本来就是应该要 在你的饮食当中呢 多补充钙质跟维他命D哦 对不对 那如果这样的情况底下 你又要喝咖啡 那当然你的补充维他命D 跟这个钙质就更不应该缺少 所以呢 邱医师给大家的建议是 这些人 每天要喝咖啡的话 最好不要超过三杯 同时呢 饮食当中应该多吃 豆类制品 多喝牛奶 这样才能够有钙质 摄取更多一点 同时呢 每天至少要去晒太阳 晒15分钟 不是在树荫底下的太阳 是要直接晒到的太阳 再讲一次 不是躲在阴影底下的晒太阳 是要直接有阳光直射的那种太阳 才有办法增加你的维他命D 而且每天照15分钟 这样子维他命D呢 就会从皮肤这边产生了 所以 多吃豆类制品 多喝牛奶 多晒太阳 这样子 即便你喝咖啡 也不用担心骨质疏松的问题 享受咖啡给你带来的养生 长寿的好处 而不用担心 喝咖啡带来的 骨松跟骨折的风险 大家好 我是主播赖正凯 你知道胶原蛋白会随着 软骨的退化而减少吗 掌握增强行动力的密码 35岁就是个关键 你想要嫩Q嫩Q的 就要搞懂你的身体宇宙 虽然我常常写错字 所以我叫错别字 但挑选保健品 倒是没有错过哦 一天两包4DGEL 专利胶原蛋白增强行动力 跟我一起上山下海跑新闻 实际研 德国专利胶原蛋白生态 快点购 全台独家贩售 德国专利的原料进口 专利BCP生物活性 平均分子量3000道尔敦 小分子 好吸收 重要的是重金属 西药检验SGS检测 全都过关 品质把关 有保障 成分单纯 零添加 吃了超安心 无论你是银法族 还是运动健身族群 都十分推荐 因为这不是要 保养习惯从现在开始 90天的青春游感计划 打造行动游感每一天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享有额外优惠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